黄景瑜热问照流出挨乔批腿女星被控出卖肉体换角色。 25岁男星黄景瑜二年前演出BL剧上瘾窜红,今年演电影《红海行动》票房高达164亿元台币,人气更上层楼。 上月底爆出他与去年被拍到一起遛狗的美女画家王雨昕早就结婚,育有一女但因家暴大他6岁的王雨昕,二人火速离婚。 但他工作人员被媒体求证时说,当然是假的了。 昨晚名为凹凸不评up的微博网友爆出他与王雨昕的接吻照及红底疑似结婚照并标注黄景瑜,指控他家暴批腿以及为了拿角色出卖肉体,引发网友热议。 名为凹凸不评up的微博网友显然对之前黄景瑜方面的回答很不满意,连发控诉文逼他出来面对黄景瑜是有一千万粉丝的艺人,但也改变不掉他家暴劈腿的事实。 我会继续上证据对他执疲渣男王雨昕仁慈这么多年默默付出,对着你家人淘心淘肺,你不是辜负他。 对不起他,你超越了一个人该有的底线,你还是公众艺人,你养住那几条看门狗来搞王雨昕,你真扎。 还有,听说你姥姥走的时候王雨昕回去替你守笑,你跟张艺上中国女星北京开房间都不回去的。 这件事前工作室的人可都知道。 这就是你做人的真正面目。 该网友不止爆料黄景瑜的感情生活,对他的演艺工作也大爆内幕,前经纪人和黄为了拿角色出卖肉体,寒寒的戏还有放开baby综艺节目,资源怎么来的? 还得亏了经纪人刘征大功臣,对这么严重的种种指控,黄景瑜要如何危机处理,网友都等住看。